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宾州的造势活动 发生了枪击事件 现场画面可以看到川普在台上演讲到一半 突然之间传出了多声枪响 川普捂着脸表情看似痛苦地蹲在地上 而多名保镖立刻上前俯身保护 等待枪声停下来之后 川普就被保镖搀扶站起来 右侧耳朵上缘流出了血迹 但是他坚持面向观众 手不断握拳 高喊要继续战斗 现场的观众也以大声欢呼来回应 川普团队透露 他被送往附近的医疗机构来救治 目前情况安全良好并没有大碍 而当地检察官则是透露 这场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两个人死亡 包括了一名观众跟被击毙的枪手 还有一名观众则是受到重伤 目前造势活动现场已经疏散完毕 而美国总统拜登也正在密切留意 川普的伤势状况 政坛和各界人物也透过涉及媒体 向川普表达慰问 希望他能够赶快痊愈 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发生枪击 震惊了全美国 而美国总统拜登在听取特型简报之后 发表了公开谈话 拜登强烈谴责暴力 有记者也问拜登 这是不是暗杀呢 拜登说他要再掌握更多的市政之后 再对此事发表评论 这是一中国人 成功的事 这个签码是正常的事 这是公开局的事 在体制派行的对我们现在 在纪维连续奖 我拦绕把2017年天职业 与他和他的医олог 他们发现 他们好的 我保持他们 congress 将会比较交易 我希望 我改参改变 在手機的电话 你看 有没有地方 在美国这个类型的 战药 它们是疯独 这的地方 冤独 we cannot allow for this to be happening we cannot be like this we cannot condone this and so and i want to thank the secret service and all the agency including the state agencies that have been engaged in making sure that the people who and we have more detail to come relative to other injured other people may be injured in the audience i don't have all that detail we'll make that available to you i may be able to come back a little later tonight but we'll put out a statement if we don't if i'm not able to give if it's not convenient for you all but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the trump rally was a rally that he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can be conducted peacefully without any problem but the idea the idea that there's political violence or violence in america like this is just unheard of it's just not appropriate and we everybody everybody must condemn it everybody i'll keep you informed and if i am able to speak to the to donald i'll i'll let you know that as well but so far it appears he's doing well number one number two that they're thoroughly investigating what happened to anyone else in the audience i have we have some reports but not final reports and every agenc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ll be and i'm going back to my phone to speak with the federal agencies that are being put that are being put together again to give me an updated briefing if anything happened they learning more in the last couple hours s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i hope i get to speak to them tonight and i'll get to back to you if i do christian president do you think there was an assassination attempt i don't know enough to i i have an opinion but i don't have any facts so i want to make sure we have all the facts before i make some come any more comments thank you 好我们可以听到拜登指出在美国不容许有这种暴力的事件发生同时他也说 这样的做法真的是太病态了以及这一次川普其实在宾州的造势讲不到10分钟就发生了这一起的枪击案件 那么现场传出了一声巨大的枪响川普也被特勤人员紧急带下台脸上还有血击 有报道引述特勤人员的说法指出枪枪手呢已经是被制服 那么最新的状况我们连线给国际中心的记者韩君磊 美国传出震惊震台的重大消息而前总统川普在宾州的小镇巴特勒 造势演说时刚刚上台发表讲话不到10分钟正在展示一张边境越境的数字图表的时候呢 就传出了多声枪响手持M4自动步枪的特勤马上蜂涌扑向川普掩护 组成人墙保护他当时现场的画面可以听到不断有人高喊要趴下 现场一片混乱尖叫声四起川普先是误住耳朵接着往下昏屈身在讲台后方 但在枪声停下之后川普被特勤插扶起来 而可以看到他的脸上以及右侧的耳朵上缘流出了鲜血 但他要特勤等差一下 最后他就挺直身躯局弃拳头 示意不会被打倒而且不断地高喊他要继续战斗 现场民众也是大声回应 而当特勤试图要将川普送到白时 川普还急忙地说让他穿鞋 而特勤也对川普说你的头流血了必须要赶快离开 所以他被特勤护送到一辆黑色乡型车上 而路透等外媒的报道指说附近的屋顶上疑似有阻击兽 根据现场误及者似乎是有两个声音的来源 接着川普讲台的左侧就冒出了烟雾 川普离开后一群穿着迷彩服的人也把一个人从看台的左侧带走 而远景开始以犯罪现场封锁该区域 舞台上还留有血迹 而目前特勤局和川普的竞选发言人都都在表示 川普已经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目前情况良好而且没有大碍 而当地检方透露这场枪击事件造成了至少一人死亡 美联社则是指出包括枪手在内是有两个人死亡 而一名是参加造势活动的人 另一个民众也是命为急救当中 而美国总统拜登也没多久之后公开对此回应 他表示很高信心到川普安全并且折折这样的暴力行为 拜登竞选团队则是表示会暂停竞选活动 并且将竞选广告都全输撤下 而川普本人在社群媒体True Social上面就爆平安了 他表示伤势并不算严重 而且指出说自己在刚刚的枪击上面是右边的耳朵上方被贯穿 以上是最新的情形主播 我们可以听到谢谢君蕾为我们掌握到这个最新的状况 川普就是直接在社群发文说他的右耳上方被射穿 同时也说流了很多血 而至于美国特勤则是指出枪手是从至高点向竞选的舞台开了好几枪 美国特勤的最新汇报 目前枪手是遭到击毙 有一位民众丧命还有两个人重伤命违 而这个川普在宾州的造势活动发生了枪击 他是安全离开现场 但是现场至少两个人身亡 包括了枪手跟一名观众 根据目击者的说法 他看见了一名男子手持步枪爬上屋顶 立刻通报现场的警方 有目击者也向BBC来表示 自己当时站在造势会场外面 但是能够听见川普的声音 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家伙爬上我们旁边的屋顶 我们50英尺就是大约15.2公尺 他有一把步枪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有一把步枪 于是就赶紧来向警方通报 另外一名观众则是表示 听见了舞声连续而且快速的枪响之后 群众们纷纷就趴下 现场一片混乱 那他们也看见特勤局就跳到川普身上 立刻保护他 那么川普站起来并且是把拳头举到空中 他有一点流血 那么目击者都有看到 他的耳朵在流血 尤其从画面当中也都可以看到 即便川普脸上流着血 可是他还是握拳来跟在场的民众喊着 一定要战斗 美国总统拜登不止辩论会的表现 非常的糟糕 在这一周的北约峰会上面 更是两度出现口误 而现在包括民主党在内 逼宫声浪依旧不退 《华盛顿邮报》就指出 拜登仍然是不愿意面对 自己脆弱的身体状况跟政治前景 另外CNN也指出 众议院至少有19位民主党人 跟参议院的一位议员来呼吁 拜登要退出竞选 同时在周五的国会线上会议之中 加州国会议员麦克莱文 甚至当众要求他要退选 而纽约邮报也报导 美国前总统川普6号 则是在社群发文 呼吁拜登无视要求退选的声浪 要他勇往直前 进行毁灭美国的竞选活动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